00后是群什么人啊 一个月挣八千 他可以花六千租房子 他可以花三百块钱买一只口红 他可以花六十八块钱 去买一只中雪糕的雪糕 他就不想存钱 80后呢 车奴房奴还奴 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只让生一个 我们到中年了 国家让我们生三个 以后我们就是带三个 还要去照顾四个 所以你看80后啊 没有自己的 90后呢还在挣扎 靠着父母的支持呢 还能在北上广 用一个小户型 00后彻底放开 根本不想买房 等着你们死 房子都是我的 80后叫做 独生子女1.0时代 就是我们80后 没有兄弟姐妹 但是我们有舅舅 姑姑姨 过年回家 还是要走走亲戚 00后呢 00后叫独生子女2.0时代 就是他们没有兄弟姐妹 他们连舅舅 姑姑姨都没有了 各位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让我走亲戚 从小到大 就没有讨好过别人 都是别人来讨好我们 所以我告诉你 95后00后 他们是最正常的一代 不正常的是我们 所以你看在80后当中 传的最多的叫讨好新人格 讨好领导 讨好客户 回家还要讨好亲戚 00后不参加社交 一说社交 他们说的叫无效社交 他们灵魂在家里 刷短视频 看直播 打赏 而且现在带团队 为什么越来越难 我告诉你年轻人之反感 团界你知道吧 70后老板在哪 我就在哪 80后老板在哪 我离老板远一点 90后 我才是老板 95后 老板你不用吵我 我来吵你 团队文化都发生变化 我们有个70后的总监说 我们PK 这个月我一定要做销售冠军 做不到 我裸奔 95后 王总 这个月我做冠军 我做到了 你裸奔 中国的家庭结构 一对父母 四个老人带一个孩子 他是资源的中心 所以这帮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受到的关注足够的大 他们受到的爱足够的大 你会觉得他足够的任性 但是反过来 他们也足够的强大 所以不是一代人不如一代人 是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强 他们在物质风浴下长大 他们越挤而买单 所以你看我辅导的这个 挨度珠宝 我们还在讲 婚戒呢 确实受到了挑战 那我们针对年轻人 要去越挤 就是女人买东西 不一定要男人买 自己可以买给自己 也是行的 你抓不住90后 你抓95后 95后都抓不住 没关系 这趟车没赶上 不要懊悔 不要自责 不要纠结 你就感觉